通货膨胀是过去这20年来最严重的 然后联准会就急速的升息 从这个利率从几乎是0%升到4%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升息的结果 可能就是在2023年或者是2024年 会造成一个经济的一个衰退 经济学家于卫雄表示 根据历史记录 过去十次的升息循环 有7到8次造成了经济衰退 以目前我们来观察这个联准会的一些说法 是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的一个目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很不幸地造成了经济的衰退 then let it be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看经济衰退是一个最有效的 降低通货膨胀的一个方式 他说避免经济衰退的关键 在于供解石油和食物等的全球生产链 如果能够改善就能消除通膨压力 联准会就可以不用这样子持续的这个升息 甚至可以做一些减息的一个动作 规避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个风险 于伟雄分析 这次的经济衰退 将类似2001年的网络泡沫事件 但不会出现2008年的次贷金融风暴 因此民众不必过度恐慌 因为其实我们看过去这五年十年 美国有一个产业表现得非常好 就是科技产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个月 他们开始在做一些 就是说冻结增援的一个动作 甚至开始裁员 那就是发现到他们过度的扩张 然后呢 未来的这个营收跟获利 可能没有办法永续的去支持 这样大量的这个呃 呃 呃员工这样子 但是其实对美国整体经济来讲呢 还好 对于这个GDP啊 等等的并没有太大的这个 很深远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比起这个呃 2008年呢 是不一样的 2008年那个grade recession 比较严重呢 是主要是 他那个房地产 是严重的呃 失衡 过度的投资 他表示 根据美国经济基本面来分析 衰退幅度不至于太深 他建议民众减少支出 累积现金 并维持稳定的工作 以度过经济衰退危机 新唐人记者 玉京 王滋溢 洛杉矶采访报道